这黄瓜呀,你别种两万吃了,今天教你个新吃法,首先买回来的黄瓜,一分为二,二分为四,然后去掉里面的瓜瘾,然后再四分为八,然后再准备点猪肉,切成丁,切好的黄瓜放入一把盐,抓拌均匀,腌制二十分钟,杀出里面的水分,然后准备点蒜片,小米辣,接着调一个料汁,碗中放入一勺盐,鸡精,生抽,蚝油,少许的水淀粉,用勺子搅拌均匀,备用,这个时候呀,黄瓜也杀出水分了, 再加入清水清洗掉里面的盐分,接着锅中油热,放入牛肉丁,小火炒香,再放入蒜片,小米辣,继续炒香,然后放入头洗好的黄瓜,然后开大火炒香 接着哥姐姐们,咱们平时在炒家常菜的时候,要用大火炒,大火能把蔬菜的香味给它炒出来,视频露到这儿的,阿龙又出来露眼,问大家要一个小爱情,今天就帮阿龙点一个吧,非常感谢 再放入最好的料汁,开大火,翻炒均匀即可 黄瓜在家,你一定要像我这样炒,既下饭又好吃,最后呢,还是那句话,关注我,你做菜的时候才能找到我,感谢支持